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參賽的朋友竟然都是 很優秀台灣一流的國中生 據說這一季有很多學校要來血齒 不過也有新的學校來報名 但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上一季的冠軍 將會成我們的種子隊伍 也就是林口國中 各位參賽者皮要繃緊一點了 今天第一集的參賽隊伍都是新朋友 分別是天母國中 大葉國中 歡迎同學出場 嗨 這一季我們放在外面當救援的是 是老師 不可能吧 妳 妳是老師 妳是老師 好 來 請跟我們介紹一下您自己 我是天母國中的麗絲老師 欣敏 老師好 就站在一塊兒這個顏值相當高 不過很奇怪 天母是不是一定要對上大葉呢 因為有個高島屋嘛 是不是 真奇怪 我剛剛告訴大家這是抽籤的喔 那大葉國中的救援選手是哪一位 我也看不出來 你怎麼演那麼年輕啊 你應該不會也是老師吧 還是畢業的學長 我也是老師 你也是老師 大葉國中的歷史老師 大家好 我是乙慶 老師好 也是好年輕喔 那個時候你為什麼會選擇學歷史 甚至到學校去傳承歷史 我覺得歷史蠻有趣的 最有趣的會是什麼 在你心目中 都蠻有趣的 都蠻有趣的 老師如果沒有辦法出口成章 如何說服學子呢 好 最有趣的 又一句成語形容 來 加油 我節目有一個多小時 你慢慢想 語不驚人 史不休 好 接著我們來看看 兩個學校的對呼 首先歡迎天母國中 天母國中 水雨針鋒 今日看我 指導黃龍 好 加油 接下來歡迎大葉國中的對呼 請 天球大葉 永恆不滅 好 今天呢 不只是兩個國中對決 甚至是男老師跟女老師 男同學跟女同學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的好幫手 有一個男主持人 就要有一位女老師來助陣 歡迎曹老師 曹老師好 好 好 歡迎加入第二季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一個君子之爭 所以請兩隊先來一個君子一臥 請 請多多謝謝 好 請回位 接著要歡迎兩位救援的老師 到第二現場 事實上呢 接下來你將會看到 也有學長啊 學姐 會回來幫學弟學妹 那麼兩位年輕的老師請出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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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請兩隊同學就位 馬上開始今天 第二季第一集的一鳴驚人 各位就各位 第一個單元是線索題 跟大家報告一下遊戲規則 稍後每一題都有三個線索 第一個線索如果答對是3分 第二個線索才答對是2分 那依此類推 第三個線索才答對就是1分 當我念完第一個線索之後呢 我會問同學說 有沒有想法啊 知不知道答案啊 請搶答 知道的就趕快按下去 可是如果答錯的話 這個答題權就要換到另外一對 那另外一對如果也答錯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線索2 所以大家在搶答之前還是要想清楚 搶答不一定是好事 搶得快 答得錯 最後是把機會讓給另外一對 同時在這個階段呢 會有一次求援的機會 線索題第一題請看大一幕 什麼意思 學基教 這個 這句話有點可愛有點幽默 不知道六位同學有沒有想法 請請搶答 很好 大家都不想拿這個3分 那儼然我們要往2 大業國中的同學非常有感情 請回答 有沒有想法 學基教 這個線索實在太籠統了對吧 來 勇敢說一個 乾隆皇帝嗎 乾隆皇帝為什麼學基教呢 它有一幅圖裡面有 十項他做的平時的娛樂 這樣就是 除了善於公務以外 也有私下的娛樂生活 所以他很喜歡學基教 好 那天母國中呢 就可以接著答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看線索2 有沒有答案 基民狗道 基民狗道 為什麼從學基教 延伸到基民狗道 好像是那個時候他們的 那個其中有一個下人 他追隨的一個主君有危險 然後他那時候要出城 可是那邊的護衛不讓他們出 所以就有人學基教說 就讓那個護衛以為已經天天 很亮了 要開門 所以大家出去 謝謝妳 把這個成語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來看答案是不是基民狗道 恭喜答對 三分入代 好 那同時我們也來看一下 第二個線索 就是四個字一句成語 其實已經很明顯 那第三個線索呢 對 剛才同學講到 他的那個主人就是孟長軍 他被扣留 是被扣留在秦國 所以他要出寒谷關 天還沒亮 所以他學基教基民 那請問狗道呢 對呀 是有小偷嗎 還是怎麼樣 對 狗道是因為當時 他要誘使一個秦王的寵妃 幫他說情 可是呢 秦王寵妃說 那你送我個名貴的禮物吧 要一件白胡的外套 但這個外套已經送給秦王了怎麼辦 所以呢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有一個人就把這個外套給偷回來了 所以叫做基民狗道 好 給曹老師拍拍手 太厲害了 馬上進入第二題線索題 第二題線索題的 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請看 三個字 哇 直接告訴你幾個字 太有誠意了 故宮三寶之一 請講答 大葉國中 毛公頂 什麼叫毛公頂 毛公頂 什麼頂 毛公頂 毛公頂 故宮有哪三寶 毛公頂 柔心石跟吹一百餐 所以其中有兩個 對 有兩個是三個字的 對 為何你選擇毛公頂 我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就是直覺 直覺 好 相信自己的直覺 其他兩位同學也認同 好 看看答案 是不是毛公頂呢 恭喜答對了 太神奇了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好 如果有第二個線索 應該就很明確的知道是什麼了 第三個線索連毛都出來了 這肯定就是毛公頂了 恭喜大葉國中也得到3分 所以競爭很激烈3比3 馬上進入下一題線索題 請看第一個線索 第三題 線索一 愛而成吃 王希之 請講答 天母國中 王希之 王希之 這太容易了是嗎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不是 王希之 恭喜得分 三分入手 第二個提示 我們也依然要來看一下 第二個提示 書法加三個字太容易了 第三個提示呢 好 藍庭集序非常簡單 好 看來目前兩對是勢均力敵 下一題 線索題 第一個線索 請看大一幕 兩個字 劉德華 對 我覺得我們出題真的太棒了 就是說 雖然是一些歷史文化 但也不要拘泥在那兒 能夠跟這個當代的人物 做一些連結 更有共鳴 請想答 華神 做過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跟歷史有點關係 趕快往這裡想 天母國中勇敢 請做答 香港 答案是香港嗎 好 很抱歉 答案是不是香港 大葉國中有答題權 或者你們要放棄三分的選擇 直接看線索2 還可以求救喔 要不要求救 不要求救 好 那我們直接看線索2 爭取2分 請看 請想答 天母國中 妳按鈴是要求救嗎 我以為很有自信妳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看第二現場的老師 來自天母國中的 老師好像有一點茫然的狀況 糟糕了 老師也太年輕了 如果今天是曹老師坐那兒 可能就知道了 也不一定 我覺得老師現在正在思考中 我們給他機會 妳往思想家那裡去想好了 先不要管劉德華了 朱希嗎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朱希 來 答案對還是不對呢 答錯了 大葉有答題的權利 爭取2分 不用按鈴 直接作答 有沒有想法 好 時間差不多囉 放棄好 我們來看看線索3好了 請看 尖愛非公 四個字一出來 三位男同學就一陣騷動 請想答 結果是天母國中先按鈴 我的媽呀 他手太快了 答案是 末子 對還是不對呢 恭喜 答對得1分 好啦 我們讓這個曹老師來緩和一下 這題好緊繃 對 末子呢他提出尖愛非公 可是他非常會製作武器 他是我們歷史上最早的軍火商頭子 對 他跟魯班比賽做武器 九個回合的PK他完勝 是他贏了 對 那為什麼同學會覺得 他非公是不主張戰爭 所以他的意思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如果你來打我 我當然要用武器自我防衛 但是最後呢 他去幫助他的徒子徒孫 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天愛嗎 對啊 他的意思是說 趕快統一天下 停止戰爭 老百姓可以恢復到原本的生活 這個就叫愛 了解了 其實也要跟同學報告 劉德華演過莫子 劉德華也跟古代某一個人 就是莫子也長得挺像的 我們繼續看看下一題 加油啦 請看線索1 第五題 線索1 老子 請想答 這樣就可以啊 天母國中 道德金 對 還是不對 恭喜3分得手 太誇張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三個字 中外暢銷書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道可道 非常道 其實滿明顯的題目不難 請看下一題 第六題 線索1 直接告訴你四個字 老師出面營救 顯然是在解釋這四個字 請搶答 有沒有人要按 都不搶答 請看線索2 2 發生在英國倫敦 然後老師出面營救 請搶答 大業國中 倫敦猛難 倫敦猛難 答案是不是 倫敦猛難 恭喜得2分 好 那我們也同時 往下看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沒有用到的孫中山 好 恭喜了 加油 馬上進入第七題 請看線索1 一連幽夢 哇 請搶答 這樣也可以 天母國中 莊子嗎 莊子 對還不對 很抱歉 答錯了 大業 李清照 李清照 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寫幽夢 用這樣子去想 那連呢 來 請看看是不是李清照 答錯了 好 請看線索2 線索2是什麼呢 四個字 珍珠粉 配服外用 太了解他的私生活了 請搶答 大業國中 求救 好 我們看看第二現場的 大業國中林老師 我怎麼覺得 他們好像一方面壓力很大 一方面表情 還有精神很換散 林老師 答案是什麼 一連幽夢 珍珠粉 你也沒有答案 對 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大業國中也浪費了一次求救機會 線索3 老佛爺 請做答 老佛爺 天母國中搶答了 答案是 2 3 2 1 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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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又豁人開朗的感覺是不是 林同學 對 答案是不是慈禧太后 恭喜得分 好 馬上進入下一題 請聽題 線索1 三個字 甄嬛祝過 請搶答 天母國中 紫禁城 我們來看答案是不是 紫禁城 好 大業國中 大業國中 3 2 1 沒有答案 好 很遺憾的我們要看線索2 請看 這個地方被譽為 東方的凡爾賽宮 請搶答 天母國中 圓明圓 圓明圓 好 對還是不對 恭喜得分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線索3 一把火 因為當年火燒圓明園 是 甄嬛住的是永壽宮也是三個字 但是呢 他住在圓明園的是必同書院 那後來一把火燒成了 現在如果你去參觀 只有幾個石塊 第9題請看線索1 我爸沒做完的我來做 這算線索嗎 這首哪裡複製貼上的一句 一句文字而已吧 請搶答 大葉 這樣子也可以喔 我很佩服你喔 再說一次 確定嗎 試試看 好 試試看 對還是不對 天母國中有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我們就快往下 大禹 大禹 大禹怎麼樣 智水 不要智水 大禹 可是林同學在搖頭耶 林同學說 沒有 大禹就好 大禹就好 好 大禹 對還是不對 請看線索2 太有趣了 四個字 不要堵住它 好 請搶答 請搶答 大禹國中 大禹 我說這女同學啊 也是無妄之災 剛剛沒告訴你幾個字 大禹智水對還是不對 恭喜得2分 太有趣了 這個彷彿是另外一對給的線索 就是線索加1 我們要看線索3是什麼 線索3很明顯 三過家門 而不入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題 請看線索1 第10題 線索1 好色之圖 請搶答 在歷史上好色的應該不少 你們會猜哪一個呢 周幽王 對還是不對 周幽王答錯了 屏幕國中 請做答 咒王 咒王也好色嗎 確定嗎 請看答案是不是周幽王 很抱歉 也答錯了 好啦 我們趕快看線索2 請看 或許會比較清楚一點 三個字 這個人好色但不愛照鏡子 請搶答 請搶答 不好意思 請搶答 那看線索3 因為也不能求救了吧 線索3 天魔元帥 很簡單 這個出來不可能這一分拿不到 請搶答 天魔元帥 豬八戒 豬八戒 對還是不對 恭喜你們 好 好可惜喔 應該前面就有機會了 不過因為色的人太多了 對 他們講的都是 都很色 天童元帥 他本身是道教的神明 他可以保護我們平安 但是因為他的造型 手上拿的那個釘扒 很像西遊記裡的豬八戒 所以剛好照鏡子嘛 豬八戒照鏡子下面一句知道嗎 下面一句是什麼 李同學知道嗎 定則 忘記 李外不是人嗎 李外不是人 不好意思 我也忘記了 所以就是我們的答案是 豬八戒 天篷元帥 有意思 不過剛剛這一題目呢 確實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大家可以再去延伸 就像我想求證一下 這個慈希他要吃珍珠粉 這麼愛漂亮 據說還照著十成在吃的是嗎 他的珍珠粉跟我們一般用的不一樣 他是要七爭七曬 而且他的這種珍珠 這個老百姓在採珍珠的時候 不知道死傷無數 真的 他的珍珠粉還要混合著蛋白一塊 所以才有內服外用 明白了 得來不易 好了 有趣的事情分享完之後呢 馬上要進影片題了 請看VCR 炎帝 皇帝 被認為是華夏文化的始祖 因此所有的重量級發明 也都歸功給他們了 好比種田 炎帝也就是神農士 他是教會眾人火耕的始祖 在漢代武士墓實詞中的漢磚上 出現許多他教導人們使用的農具 例如四 也就是食產 有了他 整地種田就輕鬆多了 由於炎帝是神農士 除了教會人耕種 還要說服牛幫忙耕種 牛看到炎帝頭上 也長著兩個雞腳 一下就被巡浮了 再仔細看這圖中的神農士 別誤會 他並不是在學牛吃草 而是為民常百草 以身試藥 據說他一天得中毒個70次 被後世尊稱為醫藥之族 他一天能夠中毒70次 還能夠活著 您知道他為什麼可以解毒嗎 為什麼 喝茶 真的啊 兩組同學看清楚了 剛剛的影片 題目要來了 請看第一題 好 遠古時候啊 如果阿民想要把土蛙松再放種子 他該找誰幫忙 請搶答 天母國中 神農士 神農士 應該是 神農士就是炎帝 OK的 來 請看答案 恭喜得分 因為他發明了這個四對不對 這個念四啊 這個字還真是不會寫 它是一個生根的一個農具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座物會長得比較好 第二題請看影片題 好 從影片衍生出來的第二題 阿民的牛 肚子痛不能耕種 他要找誰拿藥啊 請搶答 天母國中 炎帝 恭喜答對 如果對這些趣味的歷史故事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啊 到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因為這是他們製作的 先請到民國的影片都非常精采 掃QR Code 就可以一次看個夠 老師們也可以用這些來做為 很棒的教材 那現在我要宣布一下 這個階段的積分 天母國中呢 第一階段就拿了16分 恭喜… 大葉國中是7分 好 看來有點懸殊 沒有關係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下一個單元 休息一下 再回來 大葉國中 市場當中 一名進人 一名進人 一名大人 大葉大葉 國中偉業 跳高跳高 五隻高 大葉國中 歡迎回來一名驚人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你說我猜 你說我猜 每對四分鐘實題 不可拆字 不可說出答案字 可Pass跳過 一次求援 計時內全對另加五分 好 準備好了嗎 天母國中 馬上開始 實題四分鐘 爭取全對加五分 一次求救機會 計時開始 幾個字 四個字 人嗎 還是什麼 皇帝的 看來很茫然 要不要求救 求救 求救 好 對 為了爭取全對 來第二現場的老師 請出動 請形容這四個字的故事 林老師麥克風已經開了 不用再轉了 請說 把握時間 時間在跑 好 我們時間一直在流失 PASS 跳過 好 老師決定PASS 第二題 解釋 三個字 立馬洞 不是 什麼朝代 什麼朝代 哪裡來 來了多久 明清 明清 對 然後 他的 他的姓氏 不能猜字 不能猜字 要形容這個人 傳教士 你多猜一點 多猜幾個傳教士 立馬洞 不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跟他一起來的 不是 三個字 三個字 他是有中 他是有那個中 漢文的名字 漢字的名字嗎 對 都是漢字 十 不是 傳教士 要不要放棄時間 一分一秒 跳過… PASS 下一題 這個 這個 寫字 三個字 人 有一個打老虎的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 武松的哥哥 他三個字 是 他名字跟他一樣嗎 姓一樣 姓 名有兩個字 武松姓武嗎 對 武 武什麼 然後 他年長 年長 然後是男生嘛 對 有點像日本的名字 武什麼 看來是不知道的嗎 武松的哥哥 他比較 只剩兩分鐘 跳… 好 跳過 下一題 文天翔 他三個字 那個什麼歌 正希歌 答對了 下一題 沈寶貞 因為什麼事件來拍 藍色事件 妳講的事件了 所以下一題 小心… 那個來 對 收台灣的人 收台灣 有名寵 不是 收台灣 收師郎 對 答對了 那個 寫書法的三個字 黃西姬 不是 草 三個字 跟妍甄卿一起的 柳公全 水喔 輔佐齊桓公的 輔佐齊桓公 管仲 漂亮 慢慢講… 36記走圍上策的那個 孫子兵法 謝謝 火燒牛 一個將軍 兩個字 火燒牛 對 將軍 兩個字 對 燒牛 哪個曹代 哪個曹代 他…零兩個字 兩個字 還有什麼事蹟呢 他是幹什麼的 將軍 對 曹 就開始猜兩個字的將軍 還是妳要放棄最後的37秒 那就少1分 他姓是 不能猜字 他姓是 妳就開始想念 比較少 比話很少的 對 好 很抱歉時間即將結束 倒數5秒 4 3 2 妳百家姓要不要全來一次 好 好了 剛剛是甜蛋了 很抱歉 請回位 各位 大葉國中 有沒有機會反敗為勝 請出列 預備 計時開始 正氣格 文堅翔 四個字 呃 呃 我餓 第一 大滿關那個第一本書 一本書 四個字 四個字 再 不是 是 是 再猜 四個字的書 全猜一個 南朝良 天宮 不是 南朝良那個 呃 四說心語 水 四個字 嗯 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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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看場外的老師 能不能形容 來 林老師 包青天裡面的歌詞 裡面出現的四個字 你一點 跟人有關 然後也跟數字有關 那得他們有認識那首歌才行 那是60 70年代的事 如果想不到就過了 我覺得 好 過了 那就失去了五分 bonus的機會了 確定 確定 錯 好 來 下一題 四個字 成語 就是 形容一下 形容 說話很有分量 對 一言九定 漂亮 三個字 張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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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字 那個 風神 風神 在河邊 有一個人 河邊一個人在做什麼事 河邊 洗衣服 洗衣服 不是 再講一次 河 還有嗎 還有嗎 要不要PASS PASS 好 又放棄了喔 成吉思汗 三個字 田木真 水喔 二加一個字 三個字 然後是 跟著 是漢草的時候 我沒有複習過 漢草的時候 然後 怎麼講 PASS 要不要PASS 好啊 又放棄了喔 下一題 三個字 一個是 什麼 另外一個 丁寶 假戴衡 不是 不是 你剛剛講到中間 對 加油 再替換一下 你剛剛那個答案替換一下 替換一下 丁戴衡 對 對 對 下一題 最後一題 四個字 再 船 你把船講出來了 時間就照此結束 因為沒有題目了 請回味 好 我想問一下 剛剛答題的是誰 王同學 林戴什麼 林保什麼 剛剛一時混亂了是吧 那七俠武藝該怎麼形容呢 我想讓曹老師來幫忙一下 這個七俠武藝呢 你不要講出七跟五 那麼你就講說清朝的一本 家喻戶曉的武俠小說 不是金庸的 俠 俠出來了 淘汰 曹老師 江太公釣魚有多神啊 如果我們說願者上鉤也可以 看他們知不知道 對啊 下一句就是願者上鉤嘛 或者呢 江太公是我們歷史上出場 一出場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老將軍 他一出場就70歲 那麼他80歲的時候還披掛上陣 還在平定亂世 所以他輔佐了周文王 周武王 周承王 祖孫三代 他確實是一個國家棟梁 所以他也變成神話的人物 他叫做武承王 到底這個階段 大葉國中有沒有把分數追回來 我們來看本階段的比數是 天母5分 大葉6分 好…只追回1分而已 好 那就關鍵肯定是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是我們全新的遊戲 包括場外的老師要一起加入 休息一下再回到一鳴驚人 歡迎回來一鳴驚人 這是全新的單元叫起立蹲下 起立蹲下遊戲規則說明 蒙眼聆聽題目 覺得對 請站著 覺得錯 請蹲下 答錯淘汰 共分三階段得分 剛剛的賽事真的相當緊張 比數呢有一點點差異 我不知道兩隊的師長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同學說 首先呢我想問一下天母國中的老師 妳好 妳好 老師剛剛看完賽事之後 有什麼感想嗎 非常的緊張 恨不得上去替他們做到 少來了 妳應該很開心自己沒上來吧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因為已經到最後一個單元了 老師 來 我們天母的孩子 沉著應戰 天中最棒 成功再望 好 謝謝老師的鼓勵跟祝福 確實要Hold住剛剛的這個狀態 因為都是領先的地位 我們也要請大葉 大葉您是校長嗎 沒有… 壞了吧 沒有… 主任 主任 大家好… 主任好 剛剛看的時候有什麼心得或感想 那個棒球賽最精采的 就是九局下 兩人出局後 集出的滿貫全能打 大葉國中加油 加油 看能不能逆轉勝對不對 因為這個階段 主任是內行的 雖然是全新的單元 確實這是一個追分的機會 那首先呢 我們先要請幾位同學 聽一下遊戲規則 稍後我們有幾個不同級別的題目 不同級別的意思呢 比如說暖身題有四題 那如果這個階段呢 你不管蹲或站都答對了 那每一題就可以得到1分 所以整隊呢 就可能一次就得4分 一次就得4分 這樣一直累積分數 到了第二個階段呢 是警戒題也一樣有4題 答對的話 每一個人就可以得到2分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就是 終極題也有4題 每一個人得對 一個人就拿3分 所以如果4個人都在 每一題4 3 12 4 3 12一直累積 其實大葉是非常有機會 反白為勝 現在請戴上眼罩 馬上進入第一個階段 起立蹲下的暖身題 暖身題 這一階段每一題 每一人答對可得1分 請出題 記念愛國詩人屈原 端午節又稱詩人節 紀念愛國詩人屈原 對還是不對 對的請站著 覺得是錯的請蹲下 天母的這位同學 那不然咧 不然這個端午節不叫詩人節 詩人就是屈原 屈原就是我們在紀念它 所以妳覺得是錯的 還是妳現在有一點點懊惱 就是因為不確定 不確定 所以妳蹲得很快 對不對 答案是對還是不對 第二答案是圈 所以同學請回味 那接下來準備 準備第二題請出題 蔣經國總統推動十大建設 對還是不對 計時開始 覺得是對的請站著 覺得是錯的請蹲下 時間到 好 大家是同島一命 答案是對還是不對 恭喜全部得分 每位各得一分 加油 下一題請聽題 嫉妒曹職 B曹職七部內要寫詩的是曹操 對還是不對 我們製作單位很貼心 出了一題 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的 答案是什麼 錯 因為是曹胚 恭喜 好 請起立 接下來下一題請聽題 劉邦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 對還是不對 好 大家也同樣是有志一同 答案是圈還是差呢 答案是錯 劉備 恭喜全部得分 好 請起立 這是第一個階段的暖身題 馬上進入起立 蹲下第二個階段 每一題2分 警戒題 警戒題 恭喜你進入第二階段 每一題每人答對可得2分 Are you ready? Go 我們自稱炎黃子孫 炎黃是指神農氏和軒原氏 對還是不對 好 請選擇 如果覺得是錯的就蹲下 如果覺得是對的就站起來 時間到 對 好 請選擇 現在有兩個人覺得是錯的 5個人覺得是對的 答案是 答案是圈 蹲下的同學請回味 曹老師幫我們解明一下吧 甘薯它是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的產物 經由傳教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歐洲人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所以傳到了呂宋島 後來從華僑這兒傳到了福建 可是沒有獲得廣泛的種植 由於我們題目中的徐光啟 他大力的推動 還寫了一篇文章在萬曆46年 他認為這個甘薯有13種的好處 包括好種啦 而且可以水多水少都行 而且最重要是 他不會擔心被蝗蟲所損害 所以在災荒的時候 可以挽救非常多的人命 所以這個徐光啟被稱為甘薯學士 了解了 是一個很重要的糧食 下一題請經題 台灣最早的火車隧道 是基隆的獅球嶺隧道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 好 獅球嶺隧道天啊 基隆最早的 好 站著或是蹲下 立文你選擇蹲下為什麼 猜 猜的 定則你選擇站著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時候大家是在賭運氣的 都是用猜的 看看誰今天比較幸運 答案是圈還是X 請看 答案是圈 林同學請摘下眼罩回座 所以現在 現在場中四個人 各代表兩個隊伍 要努力的累積分數 請聽題 妾女幽魂故事是收錄在明星傳奇 這本小說裡 對還是不對 妾女幽魂 這麼經典還拍成了電視劇 還有電影 它是收錄在明星傳奇嗎 時間到 林老師選擇蹲下 我可以告訴你 只有你蹲下 老師 我心疼你 答案是圈還是X其實很明顯 因為三個人都站著 所以答案就是 錯 各位 各位 來 老師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剛剛是不是有一陣心寒 覺得好像出大事了 我想說我應該要 要換工作了 好 那你一定知道它是收錄在哪裡嗎 不是這個明星什麼傳說什麼 那是在哪裡 沒有 我覺得傳說好像不是明星的東西 所以我就蹲下來了 喔 老師 這個其實應該不難吧 曹老師 因為我們有一位說鬼專家 是蒲松林 所以 妾女幽魂聶小倩的故事 應該是在聊哉之一 你是唯一答對了 太厲害了 他現在要一個人扛 我的媽啊 可是 可是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為剛剛大家都知道 天幕裡線非常多 所以現在所有的分數 都要繼續的靠林老師來追分 現在警戒題已經都出完了 馬上進入 每一題都有三分的終極題 終極題 每一題每個人答對可得三分 你準備接受終極題的考驗了嗎 鎖緊你的注意力 題目現在開始 解子推燒死之後 從而用解子推抱著的那棵樹 做成了一把扇子 對還是不對 解子推燒死之後 用抱著那棵樹做成了一把扇子 老師選擇蹲下 為什麼你選擇蹲下 樹做扇子我覺得不合理 你覺得不是做成扇子是嗎 對 不合理 這句話不合理 答案是圈還是叉呢 請看 答案是叉 你答對了 老師請起立… 沒有錯 確實不是做成扇子 老師 曹老師 是做成了什麼呢 做成一雙木肌 這個就合理了 對 這因為就是我們所說的足下 所以足下的意思是一個尊稱 因為戒子推呢 當時曾經割肉奉君 對這個從而有所幫助 所以戒子推死了以後呢 他希望從而的師政清明 父清明 倘若主公心有我 所以呢 為了要讓你心中有我 因此做成一雙木肌 我隨時都可以想到足下 明白了 好 謝謝曹老師的分析 下一題請請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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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是不是 不是猜的 請看答案 圈還是差 老師好厲害 答對了 再答3分 天啊 我們節目前面猜了半天 累積了這麼多分 現在一直被林老師 這樣3分…的侵蝕 林老師妳要Hold住喔… 下一題 請聽題 曹操作品 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的杜康 是三國有名的詩人 這個形容有沒有錯誤呢 曹操作品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請作答 杜康是三國有名的詩人 到底是不是呢 圈還是差 老師是站著還是蹲著 老師覺得這整句話都是對的是嗎 這句話很長 唯有杜康 杜康應該是9 可是我不太確定典故拿來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人 愛喝酒的人吧 所以是詩人 所以是對的 所以杜康是詩人 是9 8 跟9就沒有關係了 對 好 我們來看看圈還是差 答案是錯 他是發明釀酒的人 好順其 我們還是應該要給林老師 最熱烈的掌聲 一個人怕 太了不起了 真的太了不起 如果我們節目有所謂的MVP的話 你絕對是今天的MVP 雖然你在場外表現得也是滿爛的 但是 好 辛苦老師了… 哇 這個實在是太刺激了 太厲害了 再次趕配老師的努力 還有同學的表現 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總成績 還有我們也讓觀眾朋友 有猜題的機會 稍後就要出題很簡單的 待會見 歡迎回來一鳴親人 接下來要跟觀眾朋友 報告一個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是你們可以來參加的 那在本季也準備了非常多的獎品 題目就是前面出現過的 有天蓬元帥之稱的人是誰 1 孫悟空 2 沙無盡 3 豬八戒 大家歡迎踴躍作答 答得越多 機會越高 在本季為大家準備的禮物 分別是 米其林三星主廚 主指名的鑄鐵鋁鍋 雨不驚人使不休完整版USB 還有利寶樂園探索世界門票 天空之夢摩天輪搭乘券 淡水漁人碼頭 勞港賓士獻金券 還有藍社花園餐廳的獻金券 以及宜蘭山寨村的獻金券 祝大家幸運得獎 馬上來公布總成績 不過我要先安慰一下 待會兒的輸家 本季有一個復活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表現得非常好 還是有可能進入總決賽 所以千萬不要氣餒 前面輸的也不要氣餒 因為今天第一集就是最佳範例 前面天母跑得很快 後面大葉追得很輕 我們來看今天的總分數是 天啊 主任 主任被主任說中了 真是太棒了 好啦 各位朋友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題目很好玩 比賽很刺激 當然還學到了很多故事 特別謝謝曹老師 謝謝 也恭喜晉級的是大葉國民中學 恭喜 關照國際健碗 接下來就是要一名驚人 我們下週見 來 同學老師我們來拍照了 主任主任一起進來 歡迎… 來 曹老師… 恭喜… 點讚歌… 我來拍照了… 親眼看著… 在大葉國民中學過 並房地下 小明星… 嗯…